回到新闻现场持续来关心 国内爆出了第一起 医师在协助确诊患者 进行插管手术的过程中染疫 使得医师职业的安全浮现隐忧 按照目前卫福部订定的SOP 确诊患者从负压隔离病房 到手术室的动线 都是有独立的动线的 手术结束后也会特别开启 医疗及紫外线灯杀菌消毒 外科医师还特别提到 具有高传染风险的手术 通常会安排在当天最后一个时段 再来进行开刀 而且在插管过程当中 很容易出现非墨和体液喷剑 这些都会让医护人员 暴露在遭受感染的高风险 手术室内医师忙着开刀 战战兢兢紧紧盯病患 台湾12号爆出第一起确诊 新冠肺炎患者传染给医师的案例 染疫过程正是在确诊患者 进行插管急救时 也引起外界关注 新冠确诊患者使用的手术室 是否有专属SOP 将确诊病患 完全隔离是一大原则 外科医师指出 具有传染风险的手术 如果无法安全隔绝 通常安排在当天 最后开刀时段进行 而新冠确诊患者 在开刀前送入开刀房的过程 患者必须穿戴防护措施 手术结束后 开刀房会以紫外线灯消毒杀菌 而非只是喷洒消毒酒精 病患移动的过程 统统都是独立动线 同时指挥中心也特别规定 麻醉及外科医生 优先选择有前世的手术室 才能有效隔绝病毒 同时也在负压隔离病房 为新冠肺炎病患插管治疗 之所以这么严格 就是因为插管过程中 可能产生咳嗽或抽谈的情况 造成飞沫喷剑是染疫几率最高的手术过程 一般来讲越是要进到插管 代表说我们对这个病人已经觉得很可疑 很可怕 很危急了 那这时候医护人员会更深一层的防护 医护人员站在防疫第一线 对于自主健康状况和手术安全 更应该多加留意 才能维持国内的防疫高标准 记者邱玉婷跟日帝台北采访报道